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今天谈一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民众党党党主席柯文哲及黄杉杉 这两个人的问题真的很大很大 而且最近的媒体一直在爆料说他的三大案 还有他的写钱都说不清楚 我想我们先谈一下柯文哲政治已死亡吗 未来这十年下来 从一个名医到现在 当了八年的师长 他已经对政治非常熟悉了 我想呢台湾的民众呢还有人民 包括我自己 是不是都没有长眼睛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当初他的理想在哪里 他第一届当市长的时候呢 他说蓝绿都一样烂 你们要选一个不烂的 结果现在被爆出来他一样烂 不用骂我们来看 所以柯文哲招报有政治现金来自中国 庄瑞雄步行则民众党惨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风波不断的延烧 根据监察院的公开资料显示呢 有17笔登记捐赠者的登记地址 来自中国上海港澳日本等地 其实海外捐款很多政治人物都会有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脉 像我也有啊 如果要出来选举的话 我有很多人脉啊 中国大陆当然会有啊 但是这能不能定案呢 还是说论罪呢 我们有待商榷 那总金额超过三万八千元 还好啦三万多块台币而已 不是三十八万啦 也不是三百八十万啦 那外界之一是不是有外资介入 反正呢他现在是落水狗 大家都拼命打他啦 现在连外资的捐款都出来了 我是觉得有点夸张啦 那立法院民进党团呢 书记长的庄瑞雄曝光行则指呼民众党惨了 真的惨了吗 好我想呢最主要他惨的绝对不是这个问题而已 柯文哲假账风波延烧 昨22日又被爆出了申报 正式现金捐款中有17笔捐款人登记地址不在台湾 其中一笔是去年12月16日收入了1000元捐款 更是来自上海市的普陀区 那人民有自由意志啊 我钱要捐给谁是我的自由意志啊 这跟政府没有关系吧 这个我们要公道说话 我绝对公道说话 如果这样就是说他跟中国有挂钩 那就太离谱了一点 那这个就见缝插针 好香港澳门日本千叶县大阪东京等地 都有捐赠什么 这正常的事情啊 我现在美国都有捐赠我的 都在我的YouTube上面都还有帮我捐赠的呢 对不对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所以呢 他说有违反政治现金法疑虑 对此呢民众党反驳 只要有中华民国国籍 前满20岁就可以捐赠 强调呢初步看他是身份证 其实我们现在是18岁可以选举 满18岁就可以捐赠哦 18岁可以选举 但也重新盘点 到底柯文哲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但出身律师的庄瑞雄说了 政治现金法规定指出了 不能接受非本国籍人士的捐款 收到这些钱需要返还款项 在选后三个月内办脚裤 否则将除五年以下有期不行 但这个政治现金法里面 政府到底有怎么样的明文规定 那就让法律去说话吧 那再来的话呢 民众党惨了 赶快勾激解释呢清楚 另外呢庄瑞雄也痛批民众党 那是公开跟透明啊 反正就是一大团烂仗 烂仗烂到不知道该怎么报的时候呢 乱报那个真的就会有 未造文书的问题啊 好三位总统候选人的捐赠资料呢 唯独柯文哲出现登记地址 来自外国的捐赠者 无论到底是误登还是真有其事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争议越远越烈 我想这个是其中之一啦 没那么大条啦 他说这样就把他定罪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啦 但是真的能定罪的呢 是金华城案 还有北市科案 这些大案子 就可能要定罪 他的政治前途真的炒到今天为止 把他人设全部崩坏了啦 一个政治人物最怕的是什么 第一个 你当初讲的事情 有没有信守承诺 对不对 你说我要一个干净的党 我要干净的国家 我要把干净的国家还给人民 我们听他每天在政治场合里面 怎么样让这些小草愿意跟着他 多少人真的就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 就捐赠给他 几万块几千块这样子捐 就算自己饿肚子都还在捐赠 那这个柯文哲最近还爆出很多问题 小草又被当韭菜哥妈 民众之声斗孽呢 近木可丈夫前幕鸟开始酸了 柯文哲是经营自己套利事业 他自己的下属 前下属 柯文哲 这把刀 已经杀到自己了 他自己不知道吗 这把手术刀 把自己刮得皮开肉绽了 想想看 一个医生 从政以后 他说要清年的政党 结果做不到几年的时间 所有的弊案都跑出来 然后呢 小草都被割韭菜 政治现金他吓死人的多元 那不是一亿两亿而已啊 当时呢 蔡英文 当高一呼 请大家捐出你们的家里的铺满 就是小猪啦 小猪那个铺满 白满那个凯道 我一看吓一大跳啊 哇 这么多铺满 里面的铺满有一亿多啊 怕死人啊 我全民运动啊 每一个都去捐铺满耶 那现在呢 跟小草捐款差不多吧 也都是一两千两三千三四千这样捐一大堆 也有捐几百块的 大家都希望呢 有一个干净的政党 有一个干净的国家 以前呢 他骂国民党骂说 这个最烂的 黑金 然后呢 现在民进党他还骂黑金 贪污 也一直骂 不是我讲的 是大家都在讲 非本人所言论 我只是陈述大家的意思而已 接着下来 到底要怎么样呢 我们来谈一谈 好 那么 他说呢 柯文哲前幕僚政治评论员 吴静怡呢 就在今天呢 酸柯文哲 到底是经营党营事业呢 还是个人的套利事业 吴静怡指出呢 民众之声呢 是民众党官方的频道 属于民众党的公共财 去年大选期间 2023年8月到至今累积斗内的台币约 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来189万4千多元 美金约58,246元 58,355也有100多万 那请问柯文哲总共有300多万 这些钱都去哪里了 被谁领走了 民众党恐怕无法申报 总统政治现金收入也没有编列 该不会又是这么巧 又是偷偷进了像是木可公关 这样的私人营利公司 或是呢 谁的口袋里面呢 如果小草知道这些抖捏经费 都来流入了其他私人公司 或私人口袋 他们又会怎么想 好我们先讲一下 这两个加起来一个58,000 58,000 如果算30的话 38,000 35,000,40,000 16,000,000 那一百六几万加上一百九十万的话呢 是三百五十万 那所以呢 这个民众之声呢 总共募到三百五十万 那所以他也呛陈志涵 整天只会批评柯黑 你有种就出来 出来战 要他一起打仗 或真可怕 然后呢 明知道做假仗 还是第一时间公开发声 名骂吴静怡幻想 嘲笑评论言真好当 不要整天背后 只会要出征 谁又要去护旁谁 好那要骂林冠年 酒驾就请拿出证据 陈志涵老公要批 科义安无能 就拿证据 不要刻意贴牛肉片的照片 他说那就是论事难嘛 你看已经到了 连前员工都出来 开始踏法 我是觉得大家是见内心喜 见缝插针 他们到底呢 没有在民众党分到什么好处吗 所以呢 大家都开始抓狂了吗 陈志涵最近呢 被说 他的薪水大概20万一个月 好 那到底真的假的 我们只是听说 纯属听说 媒体报导 来 胡静女提醒科粉或是小嫂怎么不想想 月日三十几万的高层夫妻党呢 是拿着你们的钱 党不一年就支出千万 然后呢怎么再无法培养多个养宝针呢 逗只会难看的逗 有帮组织培养人才吗 没有 电视上整排媒体人 宁愿说自己是柯黑 也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柯粉 真的很丢脸嘛 砸了破疫又几千万 却换来台湾最差的成效 好 我想呢 第一个呢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柯黑或柯粉 在今年还没有爆出这些问题的时候 应该说 大家都应该有感觉到 其实呢 柯文哲的政治生命呢 应该是差不多了 已经走入了一个死亡的陷阱里面 他自己布的局哦 我觉得没有多说 你今天把这样搞清楚嘛 你选过两届市长 你选过两届市长 怎么在这个时候还是干这种事呢 难道真的不知道 不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很多东西他需要签字的哦 对不对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所以搞得呢 他的前员工也出来 开始哦 哇 见风插声一直骂 这个哦 不要骂太多了 骂太多是帮他消业障 我们不要骂他哦 你们不要骂 知道吗 我也不骂 就帮他消业障 我们只是陈述事实而已哦 他就说呢 这些一大堆的人哦 就是没有帮柯文哲 最后他宣民众党 坐拥几千万几亿的宣传预算 却是大大嘲笑三千通告仔 是我太可怜 还是他们太知道 当然最近他老婆的问题也很多哦 柯太太的问题很多 柯医师变成什么柯董娘 他去看一点一亿的豪宅 看两亿的豪宅 他才要看办公室 我的妈呀 这个就要讲一讲了 这个实在是有够扯烂的 看没有关系啦 但是你为什么要看 一亿两亿三亿的房子呢 你这不是若人口实吗 你如果是你年轻的时候就很有钱 你家财万贯 像连战的家族 我们就没话讲啊 对 是不是 还是呢 你是王永庆的后代 我们就没话讲啊 对不对 人家就是几百个亿几千个亿啊 是不是 没有啊 他爸妈住在新竹 有一块地啊 那块地呢 现在呢 是之前选举的时候 还被搞了一大堆事情出来 好 政治现金查账后请辞 黄珊珊留到所有的补证完整为止 他应该是待不下去 当律师人走法律边缘 我当时呢 在柯文哲在选举的时候 他在主党柯文哲跟国民党合作的时候 我就说完了 黄珊珊会把整个民众党搞垮 你看啊 他从新党去到亲民党 去到民众党 哪一个党不垮 你告诉我 每一个党都垮掉了 这就是黄珊珊 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第一件事情 我曾经呢 在很大的场合里面 他不认识我没关系 因为我是小人物 但是呢 我上前想去跟他打个寒暄 头都不回 头一甩 好伟大 你就算是说你要选举 他还是去照他的事 他要选举 然后呢 我屈前上去的时候 我都还没有跟他讲我是谁 我只是说 黄姐你好 然后呢 他头也不回 穿个牛仔裤 他上台去讲话 下来以后呢 我刚好坐在前排 我也是那天的贵宾 那我不晓得 为什么 他的态度这么恶劣 这是我看到的黄珊珊 私底下的黄珊珊 你很伟大没有关系 我们是小人物 但是我不记恨 只是我当时就觉得 哇完了 这个女人会又把这个党给玩完 好 那么时任的柯文哲竞选总部呢 总干的是黄珊珊负责善后查账 但外界质疑求援兼裁判 黄珊珊昨天强调呢 绝无外界所质疑求援兼裁判的问题 支出凭证正本已交给检方不存在灭证疑虑 另一方面呢 民众党也会重新找第三方公正的签证会计师查核 黄珊珊今天在民众党党部呢 接受媒体的联访的时候呢 媒体询问呢 为何今天没有开查账记者会 黄珊指出呢 目前仗已到一个阶段 党部虽持有副本 但当时复印没有很完全 副本上的明细不清楚 并有什么折业啦 日期与金额啦 模糊的状况啦 民众党人员今天与调查局 约定前往现场复印 好后面我们就不讲了 大家看新闻 来我讲讲黄珊珊这个女人 第一点呢 我为什么说她为什么要阻挡 民众党克文哲跟国民党合呢 因为呢你要知道 她想当部分区第一个 第一名的立法委员 她如果民众党呢 跟克文哲呢 跟国民党合了 不一定会提名她 当部分区 因为她选过立委没有选上 大家都知道 不要说选市长这件事情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好不好 OK 这样大家听懂了没有 她阻挡柯文哲去跟国民党合作 是因为她自己私心 她想当立委 然后她如果说 还有政治现金的问题 她知道克文哲有很多小草啊 她知道呢 每一次站台很多小草 就跟着克文哲跑啊 这样大家很清楚了哈 我绝对要解释她的人格 为什么 因为一个政治人物 你把你的党主席玩弄在首长之间 你不要忘记了 他当场 克文哲说不干的时候呢 不跟国民党合的时候是什么样 本来克文哲签了六点协议耶 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吧 后来又弄了一个什么 最倒霉的就是那个谁 那个大企业家 倒霉到爆好不好 波台铭 他是最倒霉 他完全是政治新兵 然后政治白痴的 他搞不清楚政治是玩什么 政治是玩黑的 那个党下面就黑 政治玩黑的他不懂啊 做生意是我签了合约 我要做照合约来走 我这个要一板一眼的 把工厂的工作做好 不一样的啊 完全不一样 你们一定很怀疑我为什么懂 我告诉各位 我的父亲当过议员 当过议长 所以我是从政治家庭长大了 虽然我爸爸当 后来他不愿意再走政治这条路 是因为他看到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真的太麻烦了 然后我们家呢 哇门庭座是天天 来请我爸爸 什么成情的啦 然后呢来拜访的啦 选取的啦 然后我爸就每天开桌啦 我阿嬷反正很有钱嘛 他妈妈很有钱 不是我他妈妈 我阿公很有钱 然后呢就每天半度半度呛 我从小就这么家庭长大了 没办法 所以我很清楚 然后呢他只要到什么 县长家啦 议员家啦 或者什么立委家啦 我都认识很多 我从小就认识很多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就对这政治 他从小就告诫我们 不要去碰政治 好了我讲到这里 大家一定很清楚 所以柯文哲如果当时 跟国民党合了 黄珊珊不要从中作梗 今天就没有这件事情 那柯文哲呢 他不想跟郭台铭合 是因为他有很多政治现金 他也不在乎 对不对 这就是柯文哲 现在呢 不管黄珊珊怎么样谈 什么子虚无有啦 反正呢 数字会说话 我们就等待他们 现在检调再检调再查 我想黄珊珊也逃不了刑责了 柯文哲就跟不用讲 他政治生命已经完蛋了 我就把他划两个鸡蛋给他 好最近呢 最近台南帮又有立法委员被查了 这个是题外话 但是还是要讲一下 台南帮立法委员被查是什么 就是用他们的那些员工 申请一些假的账 就是又是误钱 反正大家去 现在是变成这个样子 反正的当委员 大家拼命选拼命选 当议员当委员都是为了A钱 这个社会要不要改善 这个政治的生态要不要好好的来改善一下 对不对 那光天案台南光天案最近又约谈了很多人 我们再另外做节目好不好 今天只谈柯文哲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钱跟权容易让人腐烂 为了钱跟权 一定会让这个人全身都烂掉 这样大家知道没有 今天打雷打得非常严重 整下午都在打雷 现在才停下来 我做节目才停 因为刚刚打雷不能做节目 现在四点多 三点多的时候一直打雷打了一个小时 柯妈妈说 我儿子如果有贪污的话 就会被雷打死 千万不要这种重化 柯妈妈年事已高 好好的享受你的晚年生活 真的 儿子的事情你不一定会全然让 儿子或媳妇的事情不全然会让你知道 真的啊 你生得了而生 身体的生 生不了而心 心情的心 心理的心 这样同呢 以前人说一句 可以生孩子的心 生的这一条怕心 生的不了怕心 所以你儿子的心 你可能会不知道 所以柯妈妈好好的过 过好你的晚年生活吧 把今天顾好喔 好我想呢 柯文哲这个正式生命已经结束了 我已经帮他预言结束 明年他走年真化肌 下个月开始 贪婪化肌 我之前的讲解的命盘你们都应该很清楚 好我想今天跟大家稍微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还是要帮老师按赞分享喔 如果要斗内给我 我很开心喔 谢谢 70块 台币吧 我们的斗内是70是吧 还有几百的 几千的也有 谢谢大家斗内 谢谢你们 我需要一点钱 因为我要养小编喔 好不好 小编最近很辛苦喔 好 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大家